广思甘露 就像各位刚刚去洒水洒米 你要观想黄金珠宝钞票 哇 众生离苦 下回我们带多一点钞票 去非洲撒一撒好不好 非洲需要钞票 最好包几部飞机 然后用食物空中投下去 投到夜门 投到一所逼啊 哎呀 那边现在好可怜啊 国家被锁住了 两三千万人慢慢饥饿生病而死啊 那所以希望大家坐甘露王如来 走到哪里都能够布施甘露 再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 所有众生 业障消除 内心清静 永离山土 往生净土 将来成佛 普渡众生 同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如来 哦 所以念佛很重要 更重要的 今天我们放鱼 念一下 南无宝季如来 所有海鲜水产 消除业障 不遭捕获 安享天年 离苦升天 将来成佛 光度众生 南无宝季如来 所以每一个佛 帮助我们现在快乐 未来快乐 究竟快乐 将来成佛 普渡众生 再来 南无 世佛四家如来 消除病苦 消除业障 不退 菩提心 五着恶事 永不退转 成佛 度众生 事实上 地藏王菩萨 就 释迦牟尼佛 视线了 所以 释迦牟尼佛 视线地藏王菩萨 可以在地狱 恶鬼道 度众生 永不退转 而且我们看到地藏王菩萨 观音菩萨 很容易就发菩提心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本愿 所以各位 你只要念这些佛号 然后 不但我们得到这些利益功德 然后所有众生 也得到这些利益功德 然后呢 这个就是大悲心 我们修学佛法 不要自私 自私 那就是一种执着 会痛苦 你儿子在生病 那因为儿子生病 你所做大供养 供养诸佛 回向六道众生 然后呢 你儿子所得到的功德 更大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 因为你等于就像 刚刚出家人 每一位上师 你都供养到了 然后这个功德 就可以布施给 更远的地狱道 恶鬼道 然后上供完又下施 佛陀讲了 百千万亿黄金 阿僧奇节 无量的时间 供养每一尊佛 每一个经典 每一个出家人 每一个阿罗汉的功德 还不如慈悲心 布施众生 一颗米的功德 但是这两个 我们都要做 我们以全程信心 上供诸佛 在把所有功德 大慈大悲 融入到最深的无间地狱 最高的天 最远的世界 然后呢 如果你用这样想的 去供养 那么